我喜欢这个人物我在写的时候 因为这样一个女孩子的话 原著中有一个情节 就是在山洞里 周荣即使在那样的时候 和父亲所讨论的 也依然是中国要怎么样 这样的知识分子 他们心中是不但有家 而且是有国的 比如说在书中周荣 是会经常问弟弟缺不缺钱的 当我们读作品的时候 我们读完作品 不会认为周荣真的是自私的 我们不会有那些误解 那这还是说 电视剧以后 由于这个急速的限制 就说不忍心再去砍掉 并昆门和并义门的戏 所以比较起来 就是说周荣的戏份 会损失的大一些 一旦有限制的话 其实就像用手蓬水 它总是要有一部分 从指缝间流出去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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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